照镜子 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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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我了 我照 为什么要照镜子 小白和黑暗魔王照完镜子都消失了 小雪快照镜子 好吧 小白大把 小白和黑暗魔王为什么消失了 因为 小白你说什么 小白又说 奇怪 我怎么听不到他们后面说了什么 照镜子 你应该不会消失的 我是一番让小雪听不掉消失的言音 果然是对的 现在 小雪也消失了 欢迎来到镜子王国 这里的仪器和外面都是相反的 小雪 快帮我们出去吧 离开镜子王国要打题 可我们总是答不对 你们先告诉我 为什么我们照了镜子 回来到镜子王国 小白和黑暗魔王就没来 言敬老师要我们照镜子检查 万生不合格 就会被传送到镜子王国 小雪 你脸上这么藏 照镜子当然不合格 原来是这样 我今天早上要迟到了 没来得及洗礼 那我们快去打题离开这里吧 第一题 小雪 你的左边是谁 是熊妹 果然既然这么简单 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 答错了 不可能 我的左边就是熊妹 你们来到镜子王国 这里的一切和外面都是相反的 所以你的左边是黑暗魔王 不忘记了 重新来 这次我一定能答对 好吧 通过两关挑战 你们就能回到童话王国 第一关 我说剪刀 你出步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剪刀的时候 你们要出步 我说石头 你们出剪刀 我说步的时候 你们就要出石头了 原来是这样 没问题 快开始吧 小朋友们就一起玩吧 剪刀 石头 剪刀 给原魔王出错了 我明明想出剪刀 怎么出了石头 我们继续 石头 石头 银刀 很好 你们通过了第一关 第二关挑战是 正话反说 我说小雪 你们要说学小 好的 现在开始 我说熊妹 妹熊 我怎么被挑战了 妹熊说我 石开在线 小雪说对了 熊妹 你说错了 原来从第一个字开始 就要反着说 没错 错没 小雪说得很好 好狠的 说学小 小雪通过正话反说挑战 可以回通话王国了 等等 熊妹和黑魔王还在这里 我要放弃回通话王国的机会 复活他们 我们一起重新挑战 那好吧 小雪姐姐 谢谢你 这次 我们一定能一起回通话王国 选新同桌了 选起源之力 还是虚空之力 当然是起源之力了 起源之力一定是小五 选起源之力 还是虚空之力 我要选起源之力 大宝 你确定吗 夭然起源之力一定都是好东桌 小贝 你选起源之力还是虚空之力 我要选虚空之力 以后冰公主就是我的新同桌了 最后一个 小妹 你要选起源之力还是虚空之力 我选虚空之力 我的新同桌会是谁呢 现在大家可以摘下眼罩 看看自己的新同桌了 我的新同桌怎么是吐索啊 眼罩我吐索大人 是你的荣幸 我的新同桌是比比东大人 不要啊 我可是斗罗最厉害的人 真是没眼光 我更惨 我的新同桌是我最讨厌的曼多拉 没人可以讨厌我曼多拉女王 我的怎么是个背影呢 还这么熟悉啊 是谁呀 好了 现在开始来比一比 你们谁的新同桌更厉害吧 第一轮 小雪的新同桌比比东 对战小辈的新同桌曼多拉 那我赢定了 那你就放马过来吧 看我的深渊斩 镜子的两面反弹吧 看来我的曼多拉女王更厉害呢 第一局下辈的新同桌曼多拉和尚 比比东失败 下一局大宝新同桌图索 对战小妹的新同桌 背影战士 那我岂不是赢定了 我的可是图索大人 小妹的新同桌连是谁都不知道 肯定一点都不厉害 这一战团呢我输定了 女控制律 控制 我以后再也不做坏人了 我要做一个好人图索 我不比了 第二局图索认收 小妹的新同桌背影战士获胜 什么 我今天赢了 最后一局 背影战士 对战曼多拉 你觉得他们谁会赢呢 快发送你认为能赢的那个人的编号 告诉我吧 第三局开始 看我的镜像魔法 可恶 我的镜像魔法被破了 我的背影战士又赢了 没想到我的背影战士才是最厉害的 我们不负 我们要继续比 那我们还是让小伙伴们来选出最厉害的同桌吧 小伙伴们 我已经给他们的新同桌都标上了编号 你们认为谁的新同桌最厉害呢 快发送那个人的编号 告诉我吧 穿背带裤的蘑菇头 喜欢偷偷拿别人的橡皮 穿背带裤的蘑菇头 从来都不洗脚不洗袜子 吃饭也从来都不洗手 我说我的橡皮 最近怎么总是丢呢 我说 教室里怎么总有一股脚臭味呢 穿背带裤的蘑菇头 这不是 什么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这也太可恶了 我再也不跟他玩了 他是谁啊 你们不要跟谁玩了 你 李安姐 老家 大家怎么都这么奇怪呢 他们说的他又是谁啊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知道的话 就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秘密留言吧 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留言哦 大宝 要不要来留言啊 不了 我没有什么秘密可以留言的 别人的秘密也可以 那更不要了 随便把别人的秘密 放在大家都能看见的留言板上 这要是不对的 大家会讨厌我的 胆小鬼 我的留言板可是有保护功能 留言的人不会被发现的 不了不了 谢谢你的好意挨杀 我先走了 你不留言 有的是人聊 你听说了吗 那个人拿我们的橡皮 听说了听说了 还是我发现的呢 我们一定要远离他 没错没错 大家要远离谁啊 怎么来了 没事没事 对了大家 我给大家买了新的橡皮 你们的就 蘑菇头被戴过 我要是你大宝 你肯定是看了留言板 所以心虚了才给我买新橡皮的 真讨厌 我们走 不要理他 不是 我是 今天拥有了好几条新的留言 大家快来看啊 留言 这是什么 开始播放 美国装备戴裤 蘑菇头的男孩转头也 他欺负我 也欺负我 还是个坏孩子 这孩子真坏啊 我得让我孩子离他远点 蘑菇头被戴裤 胖阿姨 这说的是你家大宝吗 好像是的 但我相信我家大宝 不会是他们说的那样 这谁知道啊 说不定 我不是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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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真的不是坏孩子 我没有毒橡皮 我只想给他们换坏心的 我知道大宝 我相信你 是大家误会你了 我们才误会你 大宝妈妈 你护着大宝这个坏孩子 那你也是坏妈妈 对坏妈妈 我 我 够了 清零之力 大家的橡皮都这么旧了 作为他们的好朋友 嘿嘿 我就给他们 全换上新的吧 先把旧橡皮拿走 我去商店 找找样子买新的 到时候大家看到新橡皮 一定很吃惊 说不定还会以为是什么魔法 大宝偷大家橡皮 我要去留言板告发他 什么 有人是谁啊 你们不了解真相 就随意去留言板上批评大宝 虽然艾莎的魔法会保护你们 但我的精灵之力 能知道你们都是谁 对不起大宝 我们 我们做了 对不起大宝 我不该没调查清楚 随便把这个事放在留言板上 让大家去伤害你 不好的语言 就像一把刀子 会伤害别人 我希望 你们都能当个好孩子 不会随便伤害别人的好孩子 好吗 我们知道了 可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 知道的 在评论区发一一一 你们都是好样的 到底是谁带走了我的宠物熊 不是我们 那你们为什么都不敢面对我 因为 因为 哼 所有摸过宠物熊的人 脸都会变成绿色 我转过来了 大宝 你的脸怎么这么绿 原来是你带走了我的宠物熊 不不不 我只是用了绿色的魔法橡皮捏涂在脸上 我就能变成任何人的样子 我不信 除非你让我试试 国女王后 国母 我要变成国王的脸 好吧 看来你说的是真的 那黑暗魔王 你为什么不转过来 好吧 我转过来了 黑暗魔王 你的脸怎么也是绿的 原来是你 快把我的宠物熊还给我 我没有 伟兵 来把黑暗魔王带走 王后 等等 我的脸是绿色的是因为 我喝了苦瓜汁 喝了苦瓜汁怎么会脸变绿 我们黑暗一族都是这样 不信你看 黑暗之力 哥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 哥哥 这有一杯很好喝的饮料 你尝尝 我 谢谢哥哥 不是 哥哥你别爱我 这明明是苦瓜汁 王后 你看到了吗 好吧 那会是谁带走了我的宠物熊啊 熊妹 一定是你了 不是我 只要我的脸也是绿的 熊妹 我可以给你个解释的机会 王后 我确实莫过宠物熊 终于承认了 伟兵 给我把熊妹带走 王后你看 昨天是你邀请我去王后看宠物熊的 赶快回来我的脸就变绿了 这还有我们的合照 原来是这样 我不小心忘记了 没关系 那会是谁带走了我的宠物熊呢 太奇怪了 王后 我有小精灵给我的回忆电数据 太好了 小熊小熊 现在爸爸妈妈都不在家 快跟我走吧 什么 这是小雪 可恶 我要去找小熊问个清楚 为什么要放在我的宠物熊 小熊小熊 你快走吧 等会我和妈妈就要追上来 我来帮你挡住他们 小雪 站住 小雪 妈妈的宠物熊呢 我不知道啊 妈妈 我们已经用回忆电视机看到了 是你带走了我的宠物熊 小雪 你快说 他去了一一森林 还是二二森林 小雪 你不说 我就问问小朋友们 他们肯定看到了 不要 小熊告诉我 虽然他每天在皇宫里 可以吃得很好 猪得很好 但是 他更想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原来是这样 我才不管 小朋友们 快告诉我 小熊去了一一森林 还是二二二森林 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说 检测到 小雪今天说了两千五百六十七个字 可以吃两碗饭 给小雪两碗饭 不够我了 检测到 大宝今天说了五千六百六十八个字 可以吃五碗饭 可以大宝五碗饭 大宝 你好厉害啊 今天说了那么多次 我比大宝更厉害 检测到 小贝今天说了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二个字 可以吃十一碗饭 哇 小贝才是最厉害的 给小贝十一碗饭 我好饿呀 快给我饭去 我要吃两碗 熊妹别着急 先让机器检测一下 你能不能吃两碗饭 检测到 熊妹今天只说了五百六十八个字 没有大标 一碗饭也没有 熊妹 你今天说的话太少了 还不够一碗饭 我不能给你 可是我好饿呀 为什么吃饭还要做熟外天书 因为你们吃的饭都是质品的 一千个字能变出一碗饭 熊妹今天我的饭就分给你吃吧 明天你要加油啊 可我一天说不了那么多话呀 小朋友 你们一天能说一千个字吗 快在屁上去个人告诉我吧 小学姐姐 你们是怎么说那么多话的 快教教我吧 你可以念书啊 多念几本 则是砍建高 念书太无聊了 我不喜欢 那你跟我一起唱歌吧 去猫配猫 去蓝里的披风 沾马 沾马 以最卑微的梦去那黑夜中的屋檐一怒厚 不行不行 我唱歌可难听了 妈妈禁止我在通话玩过唱歌 还有别的办法吗 你也绕口令啊 破上了一只鹅 破下就是一条河 宽宽的河 飞飞的鹅 鹅要过河 鹅要渡鹅 不知是鹅过河 还是鹅渡鹅 谢谢大宝哥哥 我学会了 简直到熊妹今天说了十万个字 可以吃一百碗饭 哇 熊妹就不好快啊 你肯定是同化王国 一天说话自说最多的人 给熊妹一百碗饭 熊妹 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因为我现在不光白天说话 连晚上睡觉都在说梦话呢 你再要这么多饭我也吃不完 你分给大家吧 有了我 你们就不用说那么多字了 不行 不能分给别人 自己的饭只能自己吃 为什么 上次大宝哥哥还能把饭分给我 我说不能分就是不能分 这是新规定 我要让大家都说很多话 才能收集能量 当然不能让熊妹把饭分给别人 怎么能这样 没关系 我们也说了很多话 可以换到饭 今天还是一千次换一碗饭 但是从明天开始 一万次换一碗饭 休什么 熊妹就能一天说十万个字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 阿山 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 我抗议 抗议无效 这也是新规定 通话王国才没有这样的规定 孩子们想吃几碗饭 就吃几碗饭 根本不用测试画自首 艾莎 你要孩子们说这么多话 想干什么 嗯 被你发现了 我当然 是为了收集能量啊 黑暗能量 鼠画公斤 我去学 我在哪儿 不好 在这里被艾莎说晕呢 孩子们 别担心 我来和艾莎比一比 谁更能说 糟糕 我忘了 通话王国比提出话最多的是眼镜老师 艾莎已经被我打败了 小雪 你们想吃几碗饭都行 爹 太好了 再也不用说那么多话了 我今天要吃三碗饭 好